CBA榜首大转又惹争议 尤其是第一副裁判 很多有争议的睡法都是他吹出来的 我们先来看几个这个102号裁判的争议判法 大汗对西林这次封盖 不论你从正面还是侧面的角度去看 他都是一个好帽 好帽啊 这是一个好帽 非常的干净 又是一次让杨明知道如此的不满 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 福哥在一次进攻中 与于德豪发生身体接触 于德豪马上痛苦倒地 裁判催法进攻犯规 好个如此痛苦的翻滚 上来关系的队友没有几个 关心的也在看着别处 说明大家这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们裁判居然还想去看回放 想升级这个动作 当然看了半天也只是维持原判 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因为这个判法他吹了就改变不了 还是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今天的确有一些有争议的判法 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吹爬 阿卜杀拉姆跳起头篮 落地的时候没有任何身体接触 只是左腿没有站稳 然后向后倒了下去 你看 咱们知道 跟裁判就是说三个了 你以为这个102号裁判 只是引起较内球员和教练的不满吗 当然不是 其实莫兰德这个球 只要裁判看回放 升级的概率非常大 刚刚拉手这一下还挺危险的 莫兰德这个球为什么会这么上头 因为在内线要位的时候 和无关系的动作非常大 裁判早就应该随暂停犯规了 达磨这一点在季后赛一定要控制 有的球队非常善于搞心态 其实这场比赛水平低的不止那一个裁判 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判罚 麒麟明显在后面推的大喊一下 导致其摔倒 但是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这个时候对手已经泛满 如果判完犯规 两队走上罚球线 包括琼斯封盖福格 这个球影的球标指导非常不满 一次进在眼前的小地球 我们的裁判也没有抓到 这次福格对阿布图沙兰姆的犯规 其实裁判也没有抓到 甚至阿布图沙兰姆 将手指向福格的时候 福格也伸手表示了抱歉 不过我认为 这反而不是裁判撇哨的证据 要知道能追撇哨的裁判 都是高水平的 这个时候两队的犯规又没有满 我就是给了你一个犯规又能怎样 这样反而不容易落下别人的口实 回来在裁判吹听比赛的时候 阿布图沙拉姆指的裁判 鼻子在争吵 结果裁判也不敢吹技术犯规 极定主场和青岛的比赛 也引发过巨大的争议 102号裁判 也是这场当着裁判之一 在NBL采齐信达 推赛的那场比赛里也有他的身影 在关注度这么高的强强对话里 我不相信裁判敢吹偏少 而且在两边都有错落汗的情况下 单纯的水平地 如果你也喜欢辽兰 喜欢战士分析 欢迎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